蓝天至上是白雨 书籍打扮出了门 都说紫薇长得近 帅哥太多 也烦人 哎呀 不瞒朋友们说呀 这两天呢 大紫薇的心里啊 就在画胡 画什么胡呢 我就有一件事啊 琢磨不透啊 你说我到底是好看呢 还是不好看呢 就前两天 我听说咱们北京野生动物园 新来个大星星 长得那是奇丑无比啊 人见人吐 我好奇啊 我就去看看 我到那一看 到动物园一看 全是人的 都在那吐呢 吐得老惨了 我就说 你们都起来起来 起来起来起来 我看看 我走到大星星笼子 叭啦啦 我就这么瞅他 我瞅他呢 他也瞅我 我瞅他 他瞅我 我瞅他 他瞅我 这姑娘有个小伙子 起来了 不吐了 过来问我一句 姐要 你俩认识哦 跟谁俩呢 你俩才认识呢 我跟那大星星号 我俩就这么 眼对眼 大眼 瞪小眼 对峙了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啊 我愣是没吐出来 哎呀 我这一回头 他吐了 我就是胖 我也想过要减肥 但是吧 你看我吧 我这人 别人平时吧 吃一点就饱了 我这人呢 吃饱了 还能吃一点 我每天早上呢 都会被噩梦惊醒 而且是那种 很饿很饿的梦 我就合一朗 得辣 我也被减肥了 趁着暑假 我出去玩 散散心吧 我就合家 约上我几个好哥们儿 去爬爬山 哎 弹琴我哥也去了 我们一起去爬的山吗 别人爬山呢 都好好的 对不对 咱去看 看看风景 照着姓啥的 是吧 弹琴我哥可倒好 到山上就疯了 啊 大山啊 真美 我出人还唱着呢 你是我的小牙小苹果 怎么爱你都不嫌多 真美呢 哭吹一下 掉大山间里 哎呀妈 这给我吓的呀 我说哥呀 你帅子没呢 我哥还回话呢 不知道啊 还没到地儿呢 当时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那天我为了救他 我都中暑了 给我送到医院 给我送到医院 大夫看了 给我检查门事告诉我啊 说你这个没事 你这主要原因呐 就是长得太黑了 熄光熄热容易中暑 还叮嘱我呢 高以后啊 没啥事 被老瞎出去溜的 不要出去溜的 那我就去游泳 这上礼拜天啊 我就去游泳去了 哎 你们都猜不到我看到谁了 我刚要下水 看到江沙我哥了 正在那 哗哗 游呢 哎呦 我哥看到我呢 过来跟我打招呼 老妹啊 干啥来了 我游泳来了呗 老妹啊 你来游泳干啥呀 嗯 我为什么不能游泳啊 不是老妹 别闹了 你这一下水 这泳池水 不到哪样出去啊 我哥就爱闹 爱开玩笑 不过说实在的啊 我哥出去游泳 合适啊 别人游泳 都是健身啥的哈 我江沙哥出去游泳 那家伙 连游在喝呗 把泳票钱都喝回来了 哎呀 每个人嘛 都有自己的特长 感觉江沙我哥的特长 就是游泳 厉害 感觉潘长江老师呢 人家有自己的特长 潘长江老师的特长 就是脑袋豪实 脑袋快呀 上学的时候 学校搞运动会 江沙我哥一看 老师那样天一个 自己特长的强项的项目 江沙我哥呀 合起来合起去 天哪什么好呢 没有适合自己的项目 哎 挺贵的 变了一个 学校没有的项目 天哪是 高尔夫 滑雪 但是自己觉得自己老有才了 刚想跟潘长江老师 分享一下自己的心得 你看潘长江老师 也都写好了 拿回来一看 双脚踩灯泡 胸口碎大石 哎呦 我屁了 接下来那紫薇也没点力气 也唱一个二人传投行小帽 来一段看秧歌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打电话 优优独播剧野灵 广东小大伴儿啊 是星头 在红帆 发灯亮 在飞旯 我们沿着顶上边 是有广东小发山啊 门大门 最说是看样子儿啊 其实是看清了 看了怕老戏啊 很害怕 上摇啊 上摇啊 掌勾不体力 数个大 一个 两个 三个 没关系 出来一次给贵叔啊 找到其他再来一次 一半公顺 二龙记住 三杨开泰 四起发财 五府联盟 六六大事 七星交召 八方记保 九九十千 十千 十百 谢谢大家